而當一個人經歷了大悲大哀而看破紅塵 或者是參購了人生真題 而覺得世事皆空的時候 他就必然會產生出一種出世的心態 儘管出家的人就很少 但是有出世的精神狀態的人就大有人在 有出世之心就未必是消極 出世之心本質上是一種超脫的心 是對世間虛華、對世間繁華的超脫 是對人事紛爭的超脫 是對人生煩惱的超脫 是對個體小我的超脫 是對一切執著的超脫 而佛教尤其是禪學 是威藉這種脆弱心靈的最好藥方 威能大師寫過一首詩 這首詩就是這樣說的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 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這一首詩 道盡了人生的無常和世事的空患 而禪中宣揚的 清清脆足盡是身法 玉玉黃花無非波藥 這種學說是融合了主客物我天人為一體的 就可以為那些只有出世之心 但是沒有出家之意的人 是開拓了一個更高遠的人生境界 所以對於少數追求精神超脫的人來看 禪學是不可以不學的 好可憐